本视频由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子实验室 我是Y叔 这是一瓶传说中很厉害的下水道疏通器 据说能溶解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有机物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它能不能溶解蟑螂 那就来试一试吧 这是四只刚刚越狱的蟑螂 为了防止被圣母攻击 已经被拖鞋处决了 接下来开始实验 我的天哪 想不到倒入水以后反应这么激烈 完全失控了 看来我的桌子要遭殃了 趁现在热乎 赶紧把蟑螂放进去 味道好呛人 这味道对鼻黏膜有严重刺激 鼻子有点撑不住了 反应慢慢平静下来了 再补点水看看 又开始第二波反应了 五分钟过去了 反应已经停止了 我们来看看小强门有没有被溶解掉 小强门还在 只不过好像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看这只翅膀一碰就断 接下来我们放回去 过段时间再来看看结果 由于味道实在太大 我放了一个罩子 把味道盖住 太伤鼻子了 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来看看蟑螂的情况 这看起来有点像上期视频 我喝了的 用蟑螂做成的康复星夜 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可以看到 蟑螂冒死还是没有被溶解掉 诶 我发现个问题 这只蟑螂的肚子变得好硬 你们听敲上去的声音 真的变得好硬 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诶 这个肚子也是硬的 好奇怪啊 我们把肚子弄开 看看什么东西这么硬 我明白了 这是蟑螂肚子里的食物 下水道疏通计 居然能把蟑螂肚子里 喂消化的食物硬化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我相信在看视频的 一定有懂这方面的吧 欢迎在评论区科普 最后蟑螂还是没有被溶解掉 只是变得疏松了许多 用叶子轻轻一加就解体 下水道疏通计的效果 也就这样 完全没有硫酸来得厉害 最后来看看这把镊子 表面已经被腐蚀了 如果在以后的视频里 这个镊子还有机会出镜 有人问到这个镊子经历了什么 可以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们看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谢谢大家